快速增幅的窍诀 去做这件事 福报无量 随喜就是但有利益 无不亲近 无论谁做什么功德 我都要随喜赞叹 我口上赞叹也是随喜 真正实地去做也叫随喜 随喜自己的力量去做 尽上自己的一种力量 随喜一切功德 就是乐于随喜他人所做的好事功能 就如同自己所做的一样 不生嫉妒心 不生照爱心 要随喜他人所做的功德 就是随喜诸佛所有的功德 随喜菩萨所有的功德 随喜一切众生所有的功德 时时刻刻念资在资 要随喜 你能依照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去修行 就会很快成佛 依照十大愿望去修行 不会走错路 一定是正确的随喜功德 随喜的意思 是随他修善 喜他得成 若见人做一切善业功德 若不失等 而自己无力量做大不失 不能常义财力物资 供养三宝 则若见人不失功能 亦应随喜散叹 以普贤菩萨的善根功德 一入儒来讲 等诸佛的果位的大菩萨 他都如是重视修随喜功德 连六曲四生之类的功德 他都去随喜 由此可见是多么的慈悲 而等是一切众生 凡能知道修随喜功德的人 这人一定心量宽大 不会对人有嫉妒 心里如果觉得自己心量不过宽宝 就请你尽量学修随喜 用诚恳心随时赞叹他人的善事善行 随喜功德可以灭极度他人修善的罪 有大心量有大福报 四年过去 我从未停止过礼佛 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很惭愧 我从没有得到类似建光建华这种奇异的感应 不过从拜佛中 我得到了无法形容的利益 身心都有极大的改变 也理解了为什么众多高僧的修行 包括上人在内都是从拜佛开始的 所谓佛前顶礼 罪灭和尚 这句话的确真是不虚 无论修行遇到什么考验 如身体上的病痛 人是尖的不融洽 或者很难改掉的习气毛病 我能够做的就是在佛前顶礼求善和 忏悔自己横河沙一般的罪业 如果我令别人起烦恼 那是因为我的所行所做还不够合 如果我对别人起烦恼 总是看别人的恶促 看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合我的 这是因为我的道德不够 因此没有一颗广大 宽容而慈悲的心 每次遇到境界起了烦恼 只要真心对自己说一句 这是我的错 我的情绪 立刻就能够平和下去 内心得到平静 外面自然也就不会散发称慧的福气 这样身边的人也平安 风气中也少了一分力气 而多了一分响口 有大心量 有大福报 谁都知道不是 或者不求回报的为人服务 可以得到福报 但这还是看得见 能见到的总是有限量 而心量无边得到的福报 是不可测量的 也就是不失或助人为乐 而不执着他的想 无论对上 对下 甚至对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众生 都怀有宽容和谦虚的胸怀 所谓厚得在福 我们每天修福修会 其实还是修着现前的一念心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则火祖到营里的故事 在宋朝有位省唐大师 当时有一百二十人追随 为首的人叫王文正 也就是王弹 这个王弹很有涵养 他是做过丞相 怎么样证明他有涵养呢 他有一次晚间在那办公 就有一个卫兵 也就是服侍他的一个军人来照顾 这个古来没有电灯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把这电灯这么一开就亮了 那时候是点的或者蜡烛或者油灯 所以他拿着这灯在那四报城下 给他照着亮 或者写字 或者看书这样子 那么这个人大约是太疲倦了 不知道晚间是做什么不够睡 叫他拿着灯就睡着了 睡住了 这灯往前一捅 就把他的胡子都给烧去了 那丞相很长的胡子 胡柳常然 古来人都很爱惜胡子的 他把这个胡子都给烧去了 甚至于就没把肉给烧熟了 拿去做烤猪 没有BBQ 所以这个卫兵烧得他一跳 那么这个卫兵也醒了 把丞相胡子给烧了 你说这个怎么办 那么丞相的胡子被人烧了 也没有说什么话 因为他有涵养 有这个忍耐的精神 可是这个管理兵役的人 这个班长就受不了了 就赶快把卫兵给换了 这王蛋一抬头就看 咦 还没有到下班的时候 方才这个卫兵怎么没有 他就想 哎呀 是不是他们去打他 惩罚他 把我胡子给烧去了 他们要难为他 于是乎 就问班长 方才这个卫兵哪去了 班长就说 换了 你换他干什么 还没有到下班的时候 现在应该是他 你怎么换了 班长说 他把相爷的胡子给烧了 这是不能用他了 不要紧 没有关系 你还是叫他回来 那么就回来 照常他还是在那写字看书 他也照常给他拿灯 为什么他这样子呢 他又叫他回来呢 他就怕这个班长 去处罚这个人 说这是他无心的 我们不需要罚他 我胡子烧去了 他还可以再长出来吗 这不是什么问题 这一个做丞相的人 够贵到了极点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能有这种忍耐的心 能有这种的宽宏大度 所以说 宰相户中能冲船 也可见出这个王蛋 他是真懂得什么叫进行 什么是叫学国的 这是一个厚德在福的故事